做滿 謝謝大家 謝謝 小草自發性指揮其他支持者 一起聚集在台北看守所外 用靜坐的方式聲援柯文哲 期間有人發放 匯發綠光的竹蜻蜓 小草逐漸變成一片草地 當初被民眾黨提名 不分區立委的李真秀 還有秘書長周餘修 都到場聲援 還有70歲的阿伯 也特地站在一旁守候 小草逐漸聚集 晚間7點50分左右 柯文哲妹妹柯美蘭道場 面對記者提問 就看她面帶微笑 神色看來相當平靜 你相信嗎 但被問到有週刊報導 簡連在柯文哲家找到的 隨身碟中查獲收取 魏京集團主席 沈慶金1500萬人試證 柯美蘭反問記者相信嗎 之後雙唇緊閉不再回應 警方統計現場約有120人 北索旁的立青街都封路 就怕越晚人越多 90名警力到場駐守 晚間9點40分 第一次舉牌警告 你們未經申請許可 暫自集會遊行之行為 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 第25條之規定 警方發出警告後 晚間9點53分左右 小草們陸續離開 同時也組成人牆 保護柯美來上車 他們發起了那個 安靜革命 其實會很謝謝大家 然後也覺得大家很辛苦 因為這個事情真的滿臨時 對 說實在也是很不捨 那他們發起這個活動 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這樣 不要再有人就是受傷或是出事 柯文哲的遭激壓 進見第二夜 北索外的小草活動平靜落幕 請問中共吧 中共滿臨時